胖一不是遗传 二不是得了什么怪病 所谓的单纯性肥胖 说白了就是吃出来的 哎呦那该怎么办呢 要说也没啥好办法 无非就是控制眼神 增加运动 此外呢 从14岁起梁农农开始尝试 各种减肥药减肥茶 哎呦真没少遭罪呀 反正是腊肚子 那没吃多少就没吃 我腊肚子所以腊太燃烧了 而且那个药不好吃 效果也不是很好 后来吃的是减肥茶 还行吧 大概六回 九回也减了六十多斤 到九回以后就没有效果 就到了那时候 有抗压技能吗 这么说吧 全中国您能见到的 所有的减肥方法 不管是正儿八经的科学方法 还是倒屏图说的旁门左道 就那些偏方良用啊 都试过了 可到头来呢 这些招对他都不管用 不是效果不佳 就是适得其晚 到良用20岁的时候 他的体重已经飙升到440斤了 此时正是青春年华的良用 他心里也惊讶 想减肥就得对自己再狠一点 良用决定到专门的减肥机构 去进行封闭式的严格的减肥训练 就是我们在天津的时候嘛 天津一家医院做针灸 针灸完了就运动 因为是隐私上的控制 然后他就是说 作息时间安排得很好 我在那里大概一年半 减了两百元 为了给家人和女朋友一个惊喜 良用在封闭的环境中苦熬了一年多 出来的时候 体重减到了一百公斤 这无疑是他减肥史上最成功的一笔了 回到重庆的良用 那是神清气爽 意气风发呀 没多久 他就和这女朋友结了婚 组成了自己幸福的家庭 而且很快 这个小家庭呢 又添了一双聪明可爱的儿女 生活中的大事 好事啊 他啥也没耽误啊 良用这个美 老婆孩子热炕头 小日子过得别提多舒服了 可就是这种舒服的生活 对良用来说 确实很危险 为啥这么说 那还有说 之前千辛万苦减掉的肥肉 这会儿又都回来了 体重控制不住了